近日,有好事的网友发现,肖战王一博再次同框了,他们的这次同框的原因,是同时起诉同一家服侍公司。 从截图中可以看出,肖战王一博同时起诉的是一家服侍公司,起诉的原因都是网络侵权责任纠纷。 有网友推测,这是该服侍公司诽谤上述两位影星,给他们的声誉造成了恶劣影响后,不得不采取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。 肖战和王一博都是当下炙手可热的顶流明星,分别在各自的领域中有着广泛的影响力,一举一动都会得到极大的关注。 同时,肖战和王一博也是正能量明星的代表,都在不同场合下,积极开展公益活动,并引导各自粉丝向善,得到了很多网友的点赞和支持。 对于肖战王一博的这次同框,很多网友表示非常支持,认为对侵害他们名义的单位和个人,应该拿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合法权益,以让加害人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肖战、王一博两个人是因为一部陈情令而被人熟知的,也是这部电视剧让两人成为红人的。 即使陈情令这部电视剧已播出多年,关注度仍很高,截至目前,该剧的播放量已累计达到100亿次,可见该剧的受欢迎程度是多么的高,正能量的演员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支持。 对于肖战王一博这次的同框,你是如何看待的呢? 欢迎大家踊跃讨论,图片来源于网络,如有侵权,联系吉山。